近日 在海拔4700多米的唐庫拉山下 西藏軍區牟旅 圓火 地島 特戰 陸航 電抗 攻劃等多兵種編成聯合戰鬥群 開展立體拔點 隨兵實彈演練 全面檢驗部隊在高原環境下的聯合作戰能力 各位人的注意 按計劃開始新火一體打擊 在發出開始口令後 各兵種急速進入實戰狀態 偵察分隊通過無人機偵測 為活力打擊提供信息保障 在實戰演練中 火炮集群 裝甲集群分別對敵方前眼指揮觀察所 暴露步兵以及敵前眼地保群 進行活力壓制和持續攻擊 埋伏在數百米外的狙擊手 對敵模擬觀察哨進行精準狙擊 掩護破障排除分隊 破除進攻障礙 無人機拖拽式爆破系統升空 投向爆破地點 火箭爆破器 人工排上隊 配合裝載機 開闢坦克通路和步兵通路 為部隊的後續攻擊創造條件 在各種火炮力量的掩護支援下 縱深攻擊群對敵縱深目標發起攻擊 特戰隊員搭載直升機進行激降破隙 清腳據點參與兵力 數十輛裝甲運送車和坦克加入戰鬥 攻佔敵前眼陣地 在激烈的實戰演練中 防空火力隊 強占先機 對萊西敵機進行打擊 同時 聯合戰鬥群在裝甲機群的掩護下 向敵指揮所進行立體火力打擊 這次演練 通過模塊編組 體系融合 機插機用 採取全運聯合打擊 立體突入多空的戰法 運用彈炮接後 精準狙殺 無人平台 查打一體的打法 讓聯合戰術訓練 走深走實 為我們完成多樣化 使命任務 點點了 堅實基礎 據介紹 在此次演練中 共設置各類型把鏢一千餘個 全面檢驗了各類型火力的打擊效能 和部隊在高海拔地區的突擊能力 研究竟然喜歡的建議